目前世界经济、政治、能源、环境都处在变化时期 既是挑战又隐藏着众多丰富的机遇等待去开发 伴随着对氢分子生物技术的深入了解和研究 将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 致力于氢分子医学产业化的研发 为人们的饮水健康提供一个新的解决方式 本期聚焦先锋榜引领便捷氢时代即将为您呈现 自2007年日本学者首次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氢气生物学论文以后 引发了国际上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展开对于氢气的研究 至今多国科研人员共发表氢气生物学研究论文700余篇 氢就是H2就是化学分子就是氢 氢气的意思 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氢氧反应可以产生水 这个就是指的这个氢气 过去我从事的专业是叫潜水医学 潜水医学它真正研究的对象就是氧气 氮气 氦气 氢气 氢气 这些气体对人体的一些作用 其实氢气就是我们一直研究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种研究氢气的一个 当时研究氢气在潜水上的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使这种气体对我们人不会产生危害 它对我们很安全 就像氮气一样 就是我们中国学者发表的氢的医学研究的论文 现在应该能达到将近500篇 那么从08年07年到现在就89年的时间 有500篇的论文也是相当不错的规模 另外一个能够反映出来我们这个学术研究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尤其是泰山医学院的领导相当支持我的工作 他们就让我来参观现在这个楼 六层楼 楼顶上有好多人梦寐以求的SPFG动物实验室 然后一楼还有同学素失踪实验室 这个在一般的研究单位都没有的 又有山东省政府泰山学者项目这样的支持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试一试 但是这里最让我欣慰的实际上就碰到了氢气 我们产业化跟氢气的学术研究齐头并进 而且是相互促进是这种形式的发展 氢气的研究还有氢气的产业化 出现了同时发展非常快的这样的局面 所以这次我们开 今年在我们泰山 在泰山是开第三届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会议 我们这会议跟其他学术会议 稍微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学术研究 新的学术研究的论文 新的学术发现 还有新的这种健康的产品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能够展示出来 它和其他的新型学科不一样 它这个学科的发展 同时伴随着产业化的发展 因为氢气已经被美国欧洲和中国都列为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认可 第二军医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氢气生物研究的学术机构 其中有三名院士曾经发表过氢气生物学研究论文 来自第二军医大学的孙学军教授 是中国最早接触氢氢气生物学的人 孙学军教授一直从事气体生物学效应研究 在国际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 在业界被誉为中国氢氢气生物第一人 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颠覆 所以这个对我们触动非常大 也是引起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国内现在发展的比较迅速 从07年我们这个小组是最早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 从那以后到现在 中国现在做这个氢气研究的学者 绝对不少于千人 能够反映出来我们这个学术研究水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就是氢医学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这个是在10年我们小组是第一个拿到了 那一年只有两个 但是现在经过几年的时间已经有六十几项 那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体现吧 我过去是做气体医学研究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对这个就是又更早对它了解 对亲戚也本身就是我研究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做的对它的敏感性或者对这个东西的认识比别人要早一点 并不是我比别人聪明是因为我做的这个事情是相当于我们运气比较好 所以就最早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我在早期就是在07 08年 我就在很多场合下做了很多宣传 包括我们第二军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会议上的场合做了很多很多宣传 为推动青分子生物学事业的大力发展 加强科学研究领域内的学术交流 2016年9月25日 由山东省教育厅和泰安市政府主办的泰山学术论坛 在山东省泰安市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围绕推动学术交流 促进产业发展 建立国家标准 展开深入研讨 无论是在学术的新的研究成果方面 还是在这个产业化的规范和标准化方面 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 主要表现在我们这次有50多篇青年的优秀论文 能够投入到我们这个会议当中来 还有我们的专家的报告 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增加进来 这些新的内容的话 非常明确地提示了 青气生物医的学术领域 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在中国青分子生物医学事业各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校 以及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青分子生物医学实现蓬勃发展 本届泰山学术论坛的成功举办 引起了更多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 促进了青分子生物医学的研究和应用 青分子生物医学也将为人类的长久健康幸福 贡献巨大的力量 随着青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 青的独特功能也越来越多地被发现 2013年由孙学军教授主编 国内第一部青气生物医学领域的专著 《青分子生物学》正式发行 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为中国青分子生物研究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青医学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 青分子产业越来越受到大众瞩目 发展势头迅猛 自从中国医促会青分子生物医学分会成立以来 青分子生物医学研究发展迅速 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研究成果 我国对该领域科研项目的扶持力度也逐年增加 相关企业对我们学术委员会的期许也挺多的 需要我们除了他们自己要自律之外 他们要自己制定产品标准 行业标准之外 他们还需要我们尽量的把这个 轻产业尤其是轻健康产业的相关产品的一些标准 能够尽快地制定出来 我们计划在未来的几天内吧 我们要发布一个产业联盟的一个宣言 泰山的宣言 告诉公众社会 青生物医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尽管还不成熟 但是我们在向成熟的目标前进 就是要把轻健康领域让它健康地成长 这是我们这次提出来的一个口号 这样的学科只有在关注当中 才能够有更好的成长 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对我们的一些 得到更多的支持吧 因为这种支持的话是太分不开了 快速成长需要更多的养分和支持 从一个学者来讲 我们做的研究呢 非常希望能够让老百姓受益 或者是我们的研究真正能发挥作用 这是我们每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 非常普速的一个愿望 那么我作为这个青衣学的研究人员 我也是有同样的想法 我希望我们做的研究 真正能造福人类 造福大众 造福人类的健康 那么作为研究人员呢 我们最重要的兴趣点 还是从事科学研究 希望呢 对我们青气医学的一些基礼啊 做一些更深入的探索 那么利用我们的研究 能引领和这个指导产业的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